弟兄姐妹平安 请大家翻开圣经诗篇上十一篇一到十五节 耶和华雅 我投靠你 求你使我永不羞愧 凭你的公义大救我 求你吃耳而听 快快救我 做我坚固的庞世 拯救我的宝藏 因为你是我的颜世 我的三宅 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 引导我 辞典我 求你救我脱离人 为我暗示的网罗 因为你是我的宝藏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耶和华城市的神啊 你救赎了我 我恨恶那兴奉西吾之神的人 我却依靠耶和华 我要为你的尘埃高兴欢喜 因为你见过我的痛苦 知道我心中的艰难 你为正把我揪在仇地手里 你使我的脚 站在宽阔之处 耶和华 求你联系我 因为我在鸡囊之中 我的眼睛因忧愁而钢瘪 连我的身心也不安息 我的生命为愁苦所修好 我的年数为汉系所狂飞 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 我的骨头也枯干 我因一切地人成了羞辱 在我的灵士跟前更神 那认识我的都惊怕我 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 我被人忘记 如同死人 无人纪念 我好像破坠的庆免 我听见了许多人的长导 视为都市景象 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 就图谋又害我的性命 耶和华 我仍旧依靠你 我说 你是我的神 我终生的事在你手中 求你救我脱离仇地的手 和那些逼迫我的人 愿上帝是父忠行他怀疑的人 感谢主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 这时候请吴臣峰牧师为我们来正道 Ravengrove 早上好 我们一起站立 然后彼此握手 然后说 庆幸你还活着 很高兴能够看到你 好的 大家都因着自己还活着而喜乐吗 我们也很开心 谢谢为吴臣峰牧师来祷告 我就问美珍 我是否在去年在这里讲道 他说一次都没有 其实我很想念你们 你们想念我吗 对我来说去年是一个很困难的一年 就有这个说法说 现在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死于癌症 然后在六十五岁以上的人 六个里面会有一个人会患上前列腺的癌症 所以我们这边有六个人的话 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我是第六个 所以我就从大家身上拿所有的那些癌细胞 当我发现自己患上癌症 我就告诉主 主啊你应该给我一个更大的事工 叫我能够服侍那些患上癌症的人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祷告 我说主啊请你让我经历 所有一个癌症患者所要经历的 我并不知道我在祷告什么 但是这几个月来真的是很辛苦 首先我要建议 首先要经历这个细胞的分析 这个是切片分析 意思就是说他们会从我的前列腺那边切割一片组织起来 来检验 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大小就好像这样大 就好像walnut这么大 在这个切片手术的时候呢 医生并没有让我全身麻醉 所以他在为我进行这个手术的时候 他把我的这个前列腺刺破的时候 我是还醒着的 所以那支针呢就直接插入我的前列腺 然后才抽出来 不只是一次 十二次 真的是很疼痛 我要紧紧抓着我床边的那个栏杆 然后一直流泪 护士就说 吴先生啊 你没事吧 我一句话都回答不出来 所以他们就数了一次 第二次 三 还有多少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六 真的是 那时候我猜点要放弃了 过后我就问其他的医生 他们就说 这个医生不应该这么做的 他应该让你全身麻醉 然后才做这样的一个程序 所以我 以后呢 我就再也没有回去同样的医生 所以从一个医院 我去到另外一间医院 所以感谢主 有些朋友能够帮助到我 但是我要经历这个电疗三十七次 所以他们要把我下半身的衣服拿掉 然后在那个地方呢 然后用肤色来造 三十七个漫长的日子 然后这三十七天的中间呢 是最糟糕的 然后我一直在晕会吐 晚上我也冒冷汗 然后晚上我至少上厕所要六到七次 然后我身体有很多东西会流出来 然后口腔呢 就长了口疮 很不简单 但是是神赐给我力量的 有时候你不愿意继续下去 来到第十五次二十次的时候 你快要放弃了 真的是很疼痛 也有一些时候 我在传讲信息 谈到耶稣钉死架 我就想到耶稣钉死架的时候 那个钉呢 刺透耶稣的手掌 他肋旁还有双脚 而他所承受的疼痛 其实比我的更加严重 所以神让我尝到一点点的疼痛 然后想到耶稣所经历的疼痛和痛苦 那是令我感到很不意 最不好意思的地方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有这个电疗师 有的人是女人 有一次就有四个女人 他们就把我的衣服下半身都脱掉 然后我就盖着我的眼睛 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我希望你们不用经历这样的情况 我就在其中一个教会来讲道 有一个妇女走进前来 然后对我微笑 她说我是个电疗师 她就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37次 在这37次电疗之间呢 我一共办了三次的伤礼 在我经历这个电疗的时候 我就在中央医院的其中一个大楼 接受这个电疗 有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大楼快要死了 她那时候在医院已经一个月 在下午我接受完了我的电疗之后 过后我就到医院的另外一边去探访她 是很困难 她很难受 过后神恩召她回天家 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要讲道 第二天我还要做这个葬礼 过后下午的时候 我又要回到医院接受电疗 所以神试炼了我 就是在我经历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是否还要去做服事的工作 但是神给我力量 所以三十七次已经过了 我就告诉我太太说 我们庆祝吧 所以那天晚上 我其实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 我的整个头很痛 我就问我的太太说 我是否跌倒了 所以第二天我就去看医生 我就发现自己生蛇 所以生蛇是从这个额头 从旁边一直到上面 一直到我的嘴唇 所以就生蛇 但是这个却是我 人生里面最疼痛的一刻 其实我在1990年 就生过一次这个生蛇 当然之前也就生了这个水痘 我并没有意识到 其实可以生蛇两次的 但是这一次是在头部 真的是很痛 真的是刺激了我所有的神经 这样子就持去了 接下来三个星期的时间 我度过这一切的时候 我几乎就要死了 但是神提醒我 就如祂提醒大卫王一样 我的一生是在神的手中 我人生里面的一切需要 还有各方各面 我的生命中各样的改变 都是那位慈爱又有智慧的神所安排的 大卫当时候在面对一些很大的敌人 他被人诬告 被人拒绝 有人要追杀他的生命 可是他却说 耶和华我仍旧依靠你 你是我的神 在他忧伤当中 他呼喊着说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你看我们的一生呢 其实不掌管在我们的这些星球 去年是马年 所以我们就好像马一样奔驰着 我们2014年有许多的困难 接着我们就要进入阳年 但是我们的生命呢 其实不在乎这些星座学里头 而是在神的手中 首先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 第一个原因是 我们是神所造的 而我们是为了他而造的 而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是按照他永恒的智慧所命定的 在我们在母亲的胎中 腹中的之前 神老早就知道 我们是怎么被造成的 世人说 你的眼看见我 我是完全的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三位度一日 都写在你的册上 因是我们的被造是大而可畏的 神是我们的那个桃树的人 我们是那个瓦器 他也知道我们生命中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他继续在我们生命中工作 所以没有一样事情是失控的 因为神一直在掌控着 这是我们所认识的神 我们所拥有的神 我们的一生在他的手中 过后大卫凭着信心的承诺 他说是的 神创造了我 但是我仍然说出来说 耶和华 我依靠你 在主里面 主 我们的主是个永恒的主 祂是自有拥有的 而且祂也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示了 因此我们要把自己交托给神说 神啊 我信靠你 我把自己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 你已经以宝血来拯救了我们 因此当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 而不是我要做这个 我要做那个 但是 神啊 如果你给我生命 我要成就的 不是我的旨意 乃是你的旨意 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说 我们的一生在你的手中 愿主在我生命中做主所要成就的 因为你的手是一个慈爱的手 而且是一个有钉横的手 没有人爱我 爱到一个地步像你一样 我们可以说 我们的一生在他手中 第三点 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合一的 我们是他肢体的一部分 一切有关基督的事情都触动了神的心 我们是我们的生命是神所关心的 因此 我们就在神的心意里头 神的眼睛 神的旨意都在我们身上 他知道 到底什么事情在发生着 他手中的事将是最美好的安排 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中拿去 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他设立了星宿太阳月亮 有人可以从天空把这些摘下来 他即使可以这么做 他也不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中摘掉 我们在神的手中是安稳的 当我们把一生叫托在他手中的时候 神就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 所以有三个原因 让我们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 那接着我们个人生命中的影响又是什么 我说我的时间 我的日子 我的需要 我一生的阶段 不管我再经历做什么 这样的一个事实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就是我们的神离开我们很近 他就在我们心中为我们而工作 在我们一生里面有一些次序 有一个目的 因为神在掌管 当我们完全降服于他的时候 他就与我们很近 这里我们有一些经文 千放在怀里 定是有耶和华 定是有耶和华 神说没有一样事情是偶然的 也或者没有像人说的好运 没有好运这一回事 即使是自签的时候 即使是那些在赌博的人 是的 神在掌管 甚至在天空的麻雀 没有一只麻雀会从天掉下来 因为神知道这一切 这很奇妙对吗 了解到神离我们很近 离我们很亲近 有多少个人喜欢去逛街买东西 然后我们很喜欢这个大减价 大促销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知道天父 知道我们生命中任何的一样事情 他就这么说 他说一文钱能够买两只麻雀 两个钱币能够买多少只麻雀呢 应该是四只对吗 可是耶稣却说两只钱币 两个钱币可以买五只麻雀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应该是新加坡大促销 你有两个钱币 你就多得一只麻雀 这个麻雀你买两只 还可以得到一只免费赠送 可是这样的麻雀 我一样地照顾它 而且你还比这个麻雀更加重要 阿们 所以神与我们很亲近 我们所做的一切 他都在我们身旁 有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 他也在那里吗 是的 他也在那里 因为他掌管一切 他甚至掌管人所做的事情 然后把它分别 并且用这个事情来荣耀他 就有一个人叫做约瑟 他被他的兄弟们出卖 被他的兄弟们出卖 所以他有二十年的时间 没有看到他家了 过后当他的兄弟 站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的兄弟们都很担心 可能这个我的兄弟会报仇 不是的 但是约瑟这么说 他说对于你来说 你对我是有恶意的 但是神却使到他成为一件善事 好叫能够拯救很多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被人误解 我们不被人欣赏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但是你想想神 然后你以正确的方式来回应 你说神啊 在这个事情上 一定有我要学的东西 你在我生命中 一定有一些目的 你会掌管一切 你会把不好的事情 扭转成好的事 而且为了你的荣耀来这么说 所以当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他们以为他们胜了耶稣 那个能够医治人的人 甚至使人复活的人 可是他却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好啊 现在他钉在十字架上 你说你是基督 你从十字架上来吧 可是耶稣并没有救你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拯救你和我 神因此掌管一切 控制一切 他也显示了他与我们很亲切 而且每一样事情都有他的旨意 谢谢主 他是那位真神 他离开了天堂的荣华 他取上贫穷的一生 好叫我们借着他的贫穷能够变成富有 他是天上我们敬拜的对象 可是他却进入这个世界 来为着你和我的罪死在神下上 我们有的这位神是多么的伟大 他没有把我们撇在一边 而且他继续在我们一生里工作 在我们面对各样试探的时候 他也回应我们的祷告 这整个世界 这整个一年我们会进入世界 有时候在生意上 我们要做出一些妥协 在这个世界 在学校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 然后你在想 到底这值得吗 有时候我们要超捷径 我们要做欺骗的行为 我们要撒谎 我就有一个朋友 他差不多是退休了 他有两年没有工作 过手 他的手就痒了 他就感到很不安 然后他又想要回去工作 他就尝试买了 另外一个生意来做 他说 我就告诉他说 你应该要小心 因为这里呢 有一种东西会上瘾的 你已经五六十岁了 你应该要学习 在人生里面放慢脚步 他身体有一些疾病 他说 神帮助我 神也应该要挟制我 我就认识一个年轻人 二十五岁 他就从大学刚刚毕业 他说 我在三十岁以前 要赚一百万块 他就从他的父母亲那边 拿一些钱 然后一个时间 就开始了两个生意 过后他就门亏损了 过后他的朋友又出卖他 他的女朋友又离开他 现在呢 有五个月的时间 他没有睡觉 他就经历了一段 很长的这个忧郁的时间 所以朋友们 如果你不说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你会陷入麻烦的 因为人生里面 有许多的这些试探 在等着我们 我们心想很快地发财 我们要拥有很多东西 我们要有权力 要有尊位 神帮助我们 过后又有一些微妙的质疑 有时候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 我们又撒谎 就好像刚才我说的 二十五岁的年轻人 他说 我这么的无用 我又很骄傲 他没有人会喜欢我 他开始感觉到 那个人生里面的这些羞辱 他很害怕失败 又很害怕被人拒绝 然后上个星期 他要回去国民服役 他是一个军官 他就告诉我说 牧师我这么的很害怕 因为我过去的那些回忆 都不在 我再也不能够记得 谁是谁了 过后我还要去 做这个实地的演习 实在演习 我可能不小心 枪杀到别人 所以他整个星期都很担忧 过后神让他降服下来 过后他会质疑自己 我这么的无用 我什么时候会走出 这样的一个阴影呢 我再也记不得 过去发生的事情 但是感谢神 在主耶稣里面 再也没有被责备了 不需要被责备了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有一位宗宝 为我们带求 当那个魔鬼说 这个人这么的无用的时候 耶稣却说 不是不是 他在我面前 是非常的宝贵 他是我的儿子 其实这个年轻人 还问我说 牧师我可以叫你 做父亲吗 因为我真正的父亲 其实跟我没有那么亲近 不如你一样 所以我最好小心一点 要不然他的爸爸 会找我算账 有时候你生命中 面对一些问题 你会感到很 被人拒绝 你很害怕失败 你会说 神能够帮助我吗 你不用再问这个问题了 因为神说 一切的再都已经被还击 不会再有被责备 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承受了这些罪恶的刑罚 还有我们担心被人拒绝 担心会失败 所以当别人教我们坏话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还击 我们让神来对付他们 我们向神呼吁 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 然后让神来决定 这样子呢 我们心中就不会 就不会有苦毒 你生命中再也不会有这个嫉妒的问题 就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样 因为他说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他来要拯救的人 他们却在那里取笑他 你说你是基督 你就从十字架下来吧 来拯救自己 来拯救我们 你医治了别人 为什么你自己连自己也照顾不了呢 但是耶稣说 父啊 赦免他们 所以我们就学习 怎么去原谅别人 让神来决定 他们生命中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要在别人生命中尝试做神 让神做神 我们不要把自己当作神一样 然后说 主啊 你认识他们的心 知道他们的心 然后你为他们祷告 祝为他们祝福 然后让神对付他们 这样就解决了我当下的忧虑 有时候我们担忧太多 耶稣说 不要担心 你所吃所喝的 你所穿的 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神照顾天上的飞鸟 还有野地的花 我相信你们都有到过 我去有一个会有带我和我太太到那个地方买了一张年票 我是真没有用到 所以我在过去的圣诞节的时候 我就跟太太说 我们去吧 要不然就浪费了这个票 你可以看到 那里有许多很美丽的花朵 各种各样的颜色 神所做的这些颜色 比我们人造的更加美丽 所以我为这些提醒来赞美神 我们在几个星期之前 我们在做一些东西 尝试把生命中许多 闲杂 琐碎的事情 开始的意义地把它摒弃掉 所以我在做的一件事情 是把我有的书 开始把它给掉 我们为你们建一个图书馆 然后有多的书 如果你要拿回家读也行 我有一些书本呢 是在1888年出版的 印刷的 所以那些是很宝贵的书 我开始把生命中 比较繁琐的东西 开始把它摒弃掉 把生命简化 生活简化下来 我相信你有看电视 第五播到那边说 但是我建议大家 要把事情简化 把你的生命变得更加简单 简化你的生命 人生 好叫你能够与神亲近 能够提升别人的生命 因此我们不应该担忧 因为神知道 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 有一个女人来到我面前说 吴先生 你应该要需要一些衣服 她说 吴太太 我相信你需要一些衣服 所以我们就去了她的家 就有一大袋的衣服 有四十公斤那么重 这个妇女呢 跟我的太太的身材 一大小一般 所以我太太就试了这些衣服 她就告诉我说 看来我们不用再买衣服了 所以我们就把事情简化了 另外一个事情是 我们去看我们的这些相册 所以我们就进行分类 这些照片是属于我儿子的 我女儿的 还有我们的 所以因为在这个三月份 我们会到美国去 我的儿女们就可以 拿他们自己的相册 所以我太太就问我说 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是否比较胖呢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问题 我就说 你的视力很不错 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 陷入麻烦里面说 你比较瘦还是比较胖 女人不喜欢听的 就说 你的眼睛长得很漂亮 所以你解决你现在的忧虑 不用忧虑太多 因为神知道你的需要 他也晓得怎么供应你的需要 当我去缅甸的时候 这个月的22号 我说 所以我就说 你的教会的人 应该是有人 有这个信心 相信有一百个人会来信主 才会买下这一百本圣经 他就保持安静 所以看来我应该会得到这一百本圣经 所以我会把三十本圣经 带到缅甸去 因为有三十个人 会从神学院毕业 所以我就每个人给一本圣经 阿们 你看 神知道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 不要为此与神争斗 他会供应你的需要 就有一个试验发生在 以利亚身上 我们学习怎么把担忧 卸在神身上 把我们的忧虑都滚到神身上 有一个我很喜欢做的 我喜欢栽种 我就有一棵木瓜树 然后还有一个番茄的 然后我们还有花生的 还有一棵芒果树 不是我的家 我就在帮一个教会 叫做Shalom BP 我就把这些植物 都摘在他们的地方 两棵木瓜树大概长了 生出了二三十粒木瓜 我去Giant的时候就发现 一粒木瓜其实卖两块半 我就这样子算一算 一棵木瓜树可以有三十多块的木瓜 那些刚刚长出来的这些木瓜 有人偷掉 我就告诉主说 其实也没事 我想那个人很需要 所以他才拿走了 请原谅那个人 因为他没有先经过同意 如果我先种了这棵植物 然后每一天我就把它摘出来 问他说 你有没有再长 有没有再长 然后我又放回去 第二天晚上 我又把它这么做 摘它上来说 你长了吗 你长了吗 又放回去 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呢 到头来我们一点东西都得不到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一生交托给神 我们尽我们所应该做的事情 过后呢 神能够成就一切 祂也给我们对未来有保障 神从起初到末了 都懂一切事情 因为如果一切事情都在祂手中呢 祂会使到一切都能够如此地成就 祂也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祂会引导我们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有的人就对着最近的航空事件 失事的事情 你知道吗 当中失事的这个客机里头 有40一位大客是从同一间教会出来的 所以我们这里有45个人全部都不见了 13个家庭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这间教会 那你觉得剩下来的人 我们教会能够帮助剩下来的人吗 那些剩下来的人 他们最喜欢的歌是什么呢 他们会唱 我将一切都交托给你 你能够唱这样的歌吗 有的人就为了一些芝麻小事而担忧 可是在这里呢 有的人死了 愿神做我们的神 经历带领我们经历死亡 而且耶稣也自己也经历过死亡 祂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因此我们来赶 我们要赞美神 你知道吗 即使在这个飞机逝世的事件上 里面也有一个家庭是宣教士的家庭 夫妻还有他们的婴孩 而他们是到印尼宣教的宣教士 过后我们就问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活着也是为主而活 如果我们死的话 也是为主而死 保罗说 我活着是为了基督 我死了 是要得到好处 在几年前 我就在尼泊尔卡曼多这个地方 那时候有地震 我们要赶快跑 跑离那个酒店 在几公里的地方呢 就有一个妇人 因为被倒塌的墙 给压死 然后在那一天早晨的时候 也有一架飞机 坠机 那个时候我们又要回家 我就告诉我的人说 我们要回家 我们要嘛就是回家 回到天假 与基督同在 或者是回家 回去跟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妻子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回家 这就是我们的一生 我们都在神的爱手的牵引里头 所以如果飞机失事 神那个永恒不变的手 把我们扶起来 所以很欢迎你来参加我的这个丧礼 因为我被生子进入天堂 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 我侍奉神已经有五十多年了 有时候我会感到很累 我说主啊 我宁愿回家 但是神说 你还不是时间 所以我不清楚 神给我多少的十九 但是他会引导我们经历经过死亡 回到他身边 圣经也提到 有天使来服侍我们 当我们死的时候 天使会把我们带到天堂去 我的女儿就告诉我 她一个朋友的事情 她的朋友有一个一岁大的婴孩 过后这个婴孩就生病而死 我就告诉女儿说 神爱这个婴孩 天使会把她带到天堂去 神是一位充满爱的神 他非常的关心我们 就有一个人叫做以利亚 他为了要保存自己的生命而逃生 他侍奉神 侍奉到很累 他要死 他寻死 可是他却死不了 他也没有死 为什么呢? 因为最后 神把他接到天家去 我们现在在这里 我们可能不会尝到死亡 因为耶稣快来了 而且他很快要来了 就在一刹时 眨眼之间 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这必朽的 总要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 总要变成不死的 我一个朋友的母亲过世了 她要求海葬 因此我也要遵照她的意愿 我们就站在两艘船上面 然后当时候还下着雨 我有我的圣经 那时候我也在讲道 海会浇出死人 甚至海也会浇出死人 等待那巨大的复活之日 是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而死 他过后还从死里复活 但是有一天耶稣会再来 然后那一天我们不用再死 我们会永远与他统战 这样的一个真理 应该成为我们 无私的事奉的动力 因为他这么地关心我 所以我要关心他所关心的 他为我死 我应该为他合活 而他的心愿是什么 耶稣来到世界是为了什么 他来到世界是为了你和我的罪 而实在是下降 而且还是为了全世界的罪 所以你应该关心的是什么 今年 你不单单是关心自己 还有你的家人 也要关心那些没有耶稣的人 如果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带一个人来教会 我们会把这个地方钻满人吗 会吗 看看你旁边的椅子是空的 然后你祷告说 神啊 求你帮助我能够让旁边这个座位能够坐满人 阿们 他关心我们 我们应该关心他所关心的 我们应该爱神 我们应该爱人 如果我关心主耶稣的事情 他也会关心我的事情 我的神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按照他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丰富 他知道你的需要 他也会供应 这样子呢 等到我们做完 我们就不会死 我们会到 我们会坚持做完他的工作 你看 我不会在我该死的时间提早一个一分钟而死 或者是在我该死的时间一分钟之后 神在我死亡的时间都已经做下了一些决定 他很清楚知道死亡的时刻是在什么时候 就有一个朋友的母亲在医院要死了 然后他的女儿当时候在香港 所以我们就祷告说 请维持这个妈妈的生命 好像女儿能够及时从香港赶回来 而神真的能够办到 而母亲也不愿意 那个时候离开世界 因为他有一个女儿还没有结婚 他也为这个女儿担心 当我们去探访他们的时候 女儿一直在哭 然后母亲又在一旁 非常地疼痛 在吐血 然后脚又水肿 然后肚子腹部又很痛 但是感谢神 母亲过后就说 告诉女儿说 我会让神来照顾你 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做完了之后 神会说 我会带你回家 神的旨意得到成就 他就会接你回家 你想想在飞机上的这对宣教士夫妇 神说 你的工作已经完成 我要接你回家 而我们的劳苦 将不会妄然 因为耶稣说 快哪我必快来 赏罚在我 所以有一个永恒的奖赏 有天堂我们可以去 而且有耶稣在那里 与我们同在 耶稣将是我们永永远远 做我们的神 我们永永远远做他 所以我们要学习 怎么投资于未来 永恒 我们晓得 怎么投资于在神身上 你知道为什么人会害怕死亡吗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一方面又谈天堂 可是千方百计又不想上天堂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的心在地上 在世界 因为我们的财宝在世界上 但是现在请你听 如果你学习 怎么样把财宝放在天上 让你把你的生命 投资在神的事情上 为了祂的旨意 为了祂的目的 然后也是为了人 还有他们的灵魂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阿们 那样上天堂就简单多了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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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用你的一生呢 每天都是想 我 我 又再是我 可能也许会想到你的家人 还有什么呢 全部的事情都是在世界上的 那样我们真的相信吗 神的手在我的生命中工作 也为了我的手 我为我的一生来工作 我们可以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一生都在你手中 我们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一生都在你手中 我们一起用中文来念 这个投影上 一二三 你是我主 我以此生托付你手 Amen 还是你现在在面对的是神管教的手呢 你在面对一些困难吗 因着你自己叛逆的心态 因着你自己的骄傲 你觉得自己受神的管教 感谢主 为什么呢 因为神爱你 Amen 这是为什么你现在不开心 你来教会感觉到很闷 你的一生没有意思 神在向你说话 神在说 Hey Turn back 他说 Hey 你要回转 I love you 我爱你 Don't waste time 不要浪费时间 Don't waste your life 不要浪费你的生命 醒醒吧 Start this year right 今年重新做人 And say Lord you are my God I'm starting it again 然后说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重新开始 我一生在你手中 Now be warned My friend 各位 你们要注意 Hey Some of you If you forget God 当中 如果有一些人忘记了神 You will neglect God 如果你忽略了神 You will neglect God Work in your life 如果你不愿意 拒绝神 在你生命中工作 God says There's nobody going to deliver you 神会说 那没有人会救你 没有再为罪献上的牺牲 因为耶稣已经为罪而做出牺牲 他的眼在垂看着你 他说我爱你 我关心你 耶稣说 你来到我这里 你那劳苦的重担 你要放下来 我会给你的安息 我会给你那个安息 但是你一定要来到我这里 所有的事情都为你而做妥了 都已经办妥了 你只要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没有人应该走动 每个人安静 让我们严肃 愿神向你说话 有的人会说 神在我一生里面 成就了那些很伟大的事情 然后有时候 我会相信 我自己在信靠耶稣 耶稣是我的救助 然后我现在说 你是我的神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这是你今年的心愿吗 让我们为你祷告 你可以举手表示吗 这是我的心愿 你是我的神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有谁举手吗 可以举起来 我看到你的手 神看到你的心 你自己也向神祷告 如果你说请为我祷告 我们就要为你祷告 你把手高举 然后放下来 祷告 祷告 还有谁吗 我们要为你祷告 神知道你的心 你从来 你没有办法度过这一年 如果你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手中 神手中 还有谁吗 我们要为你祷告 把手举起来 然后放下来 看到了 我们看到你的手 神看到你的心 还有谁吗 好 亲爱的主耶稣 看帮助这些举手的弟兄姐妹 主啊 今年将是一个漫长的一年 我们当中有些人会经历困难的时刻 主啊 请你帮助我们 怜悯我们 保护我们 保守我们 引导我们度过这一年 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一生都在你手中 你是我们的神 这间教会在你的手中 阿们 是的主 请你成就 在这里也许有一些人不认识主耶稣 他们从来没有说过 是的 主耶稣 我是罪人 现在我要相信你 我要教导你 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就在你所做的地方 你就慢慢地做这个祷告 跟着我们做这个祷告 用英文或者用中文 然后慢慢地做这个祷告 你心里诚心地祷告 然后说 亲爱的神 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 但是我感谢你 你爱我 主耶稣 你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从死里复活 主耶稣 现在 我就来到你面前 请你赦免我的罪 然后进入我的心 赦免我的罪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听我的祷告 如果这个是你的祷告 神知道你的心 我们要为你祷告 如果你刚刚做了这个祷告 我们要为你祷告 你可以举手来表示 我们要为你祷告 有吗 我们看到一个人 还有谁吗 神知道你的心 还有谁吗 神知道你的心 也许你不清楚 但是今天你要肯定 让耶稣做你的主 还有谁吗 神知道你的心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祝福这些举手的人 你知道他们吸引你的呼求 求你应验他们的祷告 让他们能够知道 他们祷告的名预 让他们有一个重新的开始 还有前面美好的人生 我们赞美你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神祝福你们 有一个美好的一年 有一个美好的一年 OK 谢谢 Fan 神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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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祝福